这影片利用日本交流基金出版的 彩虏生活的日文而制作的 到了彩虏生活的日文的网站 你可以下载课本声音档 也可以利用网路教学网站而自学日文哦 详细的细节可以在资讯栏看一下 这一次要上课本彩虏的第三课哦 要上什么呢 第三课的题目是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中国語で请多多指教 对 这一次要学自我介绍 好 那就问你 向第一次见面的人介绍自己说些什么呢 原来如此 じゃあ 授業始めましょう 好 第一小节的题目是 はじめまして 这一小节的go 是能够讲出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地等 来简单的介绍自己 大家准备好了吗? 那韩国呢? 是的 是韩国 那泰呢? 你们应该知道了吧 没错 是泰国 最后一个是南美洲的国家 ブラジル 是哪里呢? 是的 巴西 啊 对了 这里是哪里呢? 没错 是台湾 日文也是念台湾哦 好 那就回去练习 从上面选出 一到四中的人的名字和国家 那就听一听第一位的自我介绍 一 初めまして トンです タイから来ました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お名前は? 没错 是B トンサンです お国は? 没错 是W タイです 那就听一听第二位的自我介绍 に はじめまして ヤミンです ミャンマーから来ました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お名前は? 没错 是D ヤミンサンです お国は? 没错 是A ミャンマーです 接下来 听一听第三位的自我介绍 3 はじめまして 私はマルシアです ブラジルから来ました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お名前は? 没错 是A マルシアさんです お国は? 没错 是A ブラジルです 最后 是第四位的自我介绍 4 パクです パクです パクソンジンです 韓国から来ました どうぞ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どうぞ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学习 学习詞语 然后再聆听一次绘画 来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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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どうぞ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私はマルシアです ブラジルから来ました 那么 请问你一下 讲述自己的名字时 是怎样子说呢 没错 名字です 来表示自己的姓或名 です 架在名词后面来做成句子 这课学习用句型名字です 来讲述自己的姓或名 名词一は名词二です 是名词一等于名词二的意思 名词一 日语跟句子其他元素的关系 从文理脉络已经清楚的东西 日语可以不说出来 介绍自己的时候 这个句型是用来讲述自己的出生地 来ました 来ました 是动词 来る的过去式 在这课 首先将整个句子 から来ました 记下来使用吧 那就开始对话练习哦 介绍自己 はじめまして 那我先做自我介绍 初めまして 私は猫です 台湾から来ました どうぞよろしく 接下来请你做自我介绍 好厉害 你讲得很好耶 这一小节的goal是能够讲出自己的名字 和出生地等来简单的介绍自己 你觉得做得如何呢 一颗星还是很难的 两颗星做到了 三颗星做得很好 请告诉我一下 好 那就继续下一小节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帮忙订阅 点赞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